OK,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传感器 人体红外传感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这个模块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这三个眼角着 找到它的线 哪个是输出 哪个是电源 哪个是地 那么这个红外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知道人体会释放一个红外线 那这个模块就感受一下 人体的红外线 然后呢 当有人进入它的感应范围之内 它感应到了 就会收出一个高电瓶 那么如果人离开了以后 就会收出一个低电瓶 那这个写错是出过 那关于这个模块呢 也非常简单 主要是呢 它有两种工作模式 那么在这个图里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在右上角这块 那再有三个眼角 它没有焊上去 那这三个眼角 用跳线帽来连接以后 会决定它一个工作方式 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方式 第一种工作方式 称作是不可重复的触发方式 那么到人体进入以后 会收出一个高电瓶 然后它会延时 延时结束以后 会自动从高电瓶 跳到了一个低电瓶 这是第一种工作模式 那么第二种工作模式 是什么 当感应到人体以后 收出高电瓶 然后它延时 那么在延时的时间段 如果有人体 在它的范围之内活动 人一直在这个范围活动 已经被它感受到 那么它会一直保持一个高电瓶 它不会立马跳低的 它会保持 直到人体离开以后 它从高电瓶被为低电瓶了 那其实这两种工作方式 不同之处 就在它什么时候 变成一个低电瓶 那么第一种方式 只要有人进入以后 它延时规定的时间 就会跳火低电瓶 那么第二种方式 只要人不离开 那么它一直保持在高电瓶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式 就由上面 右上角这三个影角来决定的 拿到器材以后 就看到有个跳蟹帽 所以这个跳蟹帽 来选择你的工作方式 然后这里边会说到一个延时 不管是哪种方式 它会产生一个延时 那么这个延时 由谁来调 这上面 有两个滑动面积器 那有一个是可以调延时的 那么左边这个调延时的 那么右边那个是调距离的 我们知道这种感应 是有距离的 多少距离以内感受到 多少距离以外感受不到 那么这个可以调整你的距离 这个其实也是个 我们外的灵敏度的调整 什么时候能感受到 什么时候感受不到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信息 那么他的工作的电压范围是比较广的 5V到20V 那输出的高电频是3.3V 低电频是0V 这个完全适合我们的开发板 对吧 那么到他的感应模块 通电后 有一分钟左右的一个初始化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会借个的输出 0到3次 一分钟以后 进入一个待机的状态 那再说明这个模块呢 一上电呢 你不能立马用 让他有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那关于传感器 其实一通电那会儿呢 基本都有一个自动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也相当于一个预热的过程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红外传感器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你要避免灯光的干扰 或者就是太阳直射的 我们知道呢 不管是灯光还是太阳光 都会产生红外线 你要避免这些干扰 当然避免干扰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红外头 它有个 有个帽子吧 那你这个帽子 可以再造一个什么桶 来造住它 这样的话 它不会被其他的光线干扰到 你比如说这个红外模块 我们一般是用到一个 窗户那一块 我们把它装到窗户的某个地方呢 当有人翻窗进入你的家里边以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暴警 那你的窗户肯定是靠近太阳 太阳一晒子吧 会可能产生一些干扰 所以安装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可能要做一些抗干扰的措施 那红外呢 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 因为呢 太阳光就是产生红外的 抗干扰这个问题 一定要好好的去解决一下 要不然你这个项目做出来以后 一直在报警 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红外 你处理不好的话 它就一直报警 除了一些物理上的一些导光呢 什么的 还有调节它的雷鸣度等等 那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我们如何来 在我们的开发板来使用它 那么正在这个项目里边 首先VCC已经确定好了 5V或20V 那你接5V就OK了 20V咱们这个板子上也没有 那它的输出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它的有效呢 是一个高电瓶 这一点要记住 它有效是高电瓶 跟上一节课的MQ2不一样 MQ2有效是低电瓶的 那么同样呢 我们采用中断的一个方式 那我把这个引脚呢 接到PCR什么 那你扫描你的原理头 就发现了 PCR这个引脚正好有空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PCR OK 那么它的原理说完以后 显程序之前呢 你还是要做一个操作 要做一个测试 因为它有效速度是一个高电瓶 所以你可以把它 接一个在一个弧度里边 然后测它的一个输出引脚 那把你的手放在那 它感受人体的弧外 把你的手放在那 看它能不能输出一个高电瓶 那把你的手离开以后 它能不能变成一个低电瓶 或者你可以调调距离 调调延时 再或者是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然后物理的改装 把它放在窗台那块 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完全没有写代码 因为这个模块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个有数字信号 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测试好了 你才能写你的代码 那测试我就又略过了 因为这个测试非常简单的吧 用万用表测就OK了 这个东西呢 它没有指示灯 所以测的时候 你只能用万用表去测 或者自己在水边 哈一个小跌路也OK的 这个东西是红外 我们调到这 那在初始化的时候 同样的 首先开启时钟 然后选择你的 几条引脚 我们是PC2 做一个初始化 同样的 它这个模式 还是一个输入模式 其实我们在中段里边 我们的 这个麦子的 固件库里边 这个地方已经写的是 输入模式 分明器 分明器的初始化 可能和上级 可以有点重复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是在 单独的测试 那如果代码 融合起来以后 我们会做一个优化 OK 在这里边 还是把分明器 做一个初始化 我们要使用分明器来报警 外部中段选择 首先打开它的 一个引脚 知道它的每根线 第二根线 外部中段 模式呢 我们还是同样 选择一个上升下降业 同时感受 因为人体 进入和离开 这是两个状态 会产生上升下降业 我们把它都检测到 然后做一个相应的报警 中央配置 最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入口函数 一定要写对了 写错了 那就Game Over 然后它的优先集 那么优先集 你不能写的你冲突了 和异物传感器 不能冲突了 实际上说 现在还是比较自由一点的 但是也不能乱写 还有我们的中段封组 我们写在二组里面了 所以这里边 这两个等号呢 确实发表都是0到3 OK 那么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还是跳到我们的中段处的函数 还是写的it.c 名字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也还第2 在这里边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做了一道报警 和衣物传感器差不多 分明器报警 然后呢 在屏幕上打点证 意思一下 Dangerous 有人进来了 如果人出去以后 就Safe 安全了 组代码里边 加一个红外的测试化 就可以了 我们把每一个模块 做好以后 组代码是会成好喜 OK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用 那我已经将代码编译好了 因为编译冠程比较慢 我直接跳过编译冠程 将代码放到我们开发板里边 那现在我把我的手 放到这个火外探头上面 大家看到 已经提示上包的 我拿过手以后 大家会看到 消失了 那同时呢 我们上节课音物传感器 没有去掉 我们再测试音物传感器 还有没有正常的工作 不要相互干扰了 大家看到呢 音物传感器 还是在正常的工作着 那么这个红外探头呢 出面也是 驱动正确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红外探头呢 在上电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一分钟的 初始化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呢 它会自己做一个 两到三次的输出 那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其实你现在已经感觉到 我们整个这个项目 做完以后呢 所有的东西 可能需要初始化的 半分钟左右 然后它才能正常的工作 因为将来器材会越来越多 对吧 尤其加上你的WiFi芯片以后 它的过程会更加的慢一点 所以我们最终呢 等它一分钟以后 说的器材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对吧 谢谢观看